剛剛收到啟德跑道區天曬海的資料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位置位於啟德成功道26號 即是在郵輪區的近海 最特色的就是它看到維港櫻花海 項目分為兩期發展提供439貨 第一期是256間 第二期是183間 果樹來說是整個跑道區最少戶型的一個樓盤 為什麼會將戶型限制在一個小的數量 有小肌惡營銷的形式在這裡 稀有就等於珍貴 同音字這樣說價錢都會珍貴 項目就8座 最高就23樓 由兩房到五房三套都有 單位的實用面積就由700多尺到4608尺 應該是居居 樓層的高度就3.3米 車位那邊只有350個 即是不到1比1 相信它那邊會創造韓文鐵 那種奇蹟價錢的車位價 600萬1個 未必是 應該不會600萬1個 大約可以賣到300多400萬1個 我覺得會是這樣的情況 當然這個是二手的transaction 一手發展商賣出來 應該會便宜一點 但是200多到300多好 然後有自己會所 會所就有8萬尺 室內的會所就25000尺 有室內的泳池 室內的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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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健身室 還有D-Foundstone 然後樓下 近海旁那邊就有個商場 大約24000尺 不算大的 應該只有幾間店舖 示範單位就會在九龍的ICC那邊 到時會看 外形那邊就一個石牆 再加一個Boring Watch牆 總體來說挺帥氣的 開始收容機做軟銷的時候 我看著大廈的模型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它好像一個皇冠 但在啟德遊律上面 一來它外形的確挺漂亮 第二樣是它歪歪曲曲 當然設計師說 它是一個海浪型 我覺得它應該跟皇冠差不多 但在頭上代表它什麼 它將會是啟德遊律最貴的物業 這個發生的可能性是 我覺得是九成有 關鍵日期那邊 紐書未出 初步給Agent 的資料 2025年的第四季 即是兩年的留在家 報局上就不說了 整個跑道區 總共有11幅地 它是其中一個 都是在靠近郵輪碼頭區 相對來說 如果以它的定位來說 應該是最貴的 因為它是越出郵輪區 或是廣燕花海是最帥的 它也是接近四屎四的商業地 將來它真的建一支 甲級的寫字樓 那些老闆可以有天曬海的踢拖上班 都可以 郵輪那邊有個商場 那邊也方便了 雖然商場到現在都不知搞什麼 最主要都說回歷史 加龍基都在九龍站有個地盤的天曬 但它最高赤價現在都是天曬那邊創出來的 牌子的東西是有少許影響的 跑道郵輪區最美的地 在手工 牌子 景觀 都是絕對優勝的情況下 它絕對成為整個跑道區最貴的住宅物業 以數量來說 整個啟德單位總數大概是15586戶 其中有794戶是四房戶 佔整個跑道區的比例只有5% 而新鴻基這邊佔了180家四房 比例其實是挺高的 赤數那邊暫時已知的資料就是 1300多呎到2190多呎 頂層那邊就有些3000多呎的Pan House 連來私人泳池 這些是給老闆客人買的 Mansion那邊就有些2000多呎 4000多呎都有 很大價 兩間房屋都超過4000呎 分別是4300和4600 都是一個大戶人間才會買的 而且應該挺貴的 不過你又會不會介意 給旁邊那些樓盤看著你的天台呢 私隱性方面是值得考慮的因素之一 即是物質質 一間有兩個房屋 你會不會喜歡這種呢 我就未必會喜歡 但總有知音人的 我相信 建築事務所是SOS 是一間美國的建築公司 1936年成立的 就比較國際化 住宅應該在香港來說 他是首國項目 這東西叫做強強聯合 給一個大的建築師去建 然後變成一個比較知名 或者傳統文明的一個項目 設計師那邊賺到名譽 建築機那邊 又有他們的價錢 又買得再貴一點 整個市場計劃就應該這樣行 如果你真的要買4房 要不需要真的買它 我又不覺得會是 因為它真正漂亮的那些 就是兩邊打開的那些 如果縮進去那些4房 你買這麼貴 你都不想被前面那些人擋住你 所以一定是買前排 但前排又貴到飛街 但你真的要一枝獨秀的話 稀行之中的稀行 那價錢就是珍貴之中的 珍貴 你能接受到 沒問題的 但我覺得買進去那些 可挺的機會率是99% 當然啦 如果你說純粹用一個 收藏品的想法去買的話 那絕對沒問題 收藏品沒有價的 旁邊天龍其實一派 很均真 那些其實都很美的 以尺隔來說低層那些 就是28000、29000 高層那些 就是賣到五、六萬 如果你說再大積一點 去到二千多尺 那旁邊有個銀景 如果出了價錢 我再跟大家聊 今天就是這樣 我們下期見 拜拜